- 微跡60天的2023年熱氣球活動正式開始 這次安排四天三夜 決定要延續給他看三天 第一天晚上我们现在已经轮过夜 我们入住的是车床特约的非常乐 这里可以看日出还有无底的太平洋海景 景观是也蛮不错的入营区 今年是第13届的热气球活动 今年的停车场首次委外管理 所以停车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广共规划有9个停车场 第一停车场到第五停车场属预约制的 第六停车场到第九停车场则是开放民众现场入场 不管是预约还是现场入场费用都是一样的 我们7月1号开幕式的时候大概2点就上山了 建议特殊的日子还是提早预约确保有停车位 如果正式启动交管 就会从大潮五那边做管制点 有预约停车场的才能上山 没有的话就要停在山下 用走不着上去 以让行人赚到6000元 往高台底王主会场的道路比较小条 但这是双向的车道 P1提车场是预约制的 离会场最远 可是擅长的时候是最快可以出去的 P2是预约制的 出场的话也是不需要绕一圈 但是特殊大日子的时候 P2则会被引导另外一条路下山 是直接从高台下切融田村的绿色隧道 这个路口感觉比较容易打结 P6也是右转就可以下山的 P4是预约停车场 出场的时候也是要绕一圈 P5是预约停车场 出场方式跟P4一样要绕一圈 P5是预约停车场 出场方式跟P4一样要绕一圈 第一个出入口它是在上层 比较好停车 第二出入口有一个大斜坡 有看到几部车子打滑 第七停车场上层也是要绕一圈 第八停车场是现场制的 出去的话只要绕半圈 最近的停车场在P7呀 那我觉得那都不错 那待会我问他说我们的预约P5 可不可以先上去 因為我們是預約P2 後來發現P7比較近 原本想要臨時現場換停車場 只是想想網路預約的退訂很麻煩 就算了 後來爬文 入場前24小時取消停車場是不退費的 這裡有一些在地商家的停車場 經濟消費也許可以保留停車位 今年比較嚴格 除了停車場沿途都不能停車 而且是採科技執法 網民停車場是安排在這裡 今年度則是規劃給貴賓停車 是騎不能停 Oh No 這是他們專屬的 好多Ocean 喔 除了P7的上乘是紅磚地比較好停車之外 其他的都是草坪泥土地 所以特殊的露營車 體積太大的車子不好停 如果遇到樓孔沒可能會掉恰 所以特殊車輛可以試著考慮跟高台頂上的業者消費 然後停他們的專屬停車場 之前這邊都可以停 但現在全部都不行 真的是友善的停車場 友善的停車場只有10個 出去相關證明就可以停車 游覽車及接駁車上下車的地方也在這邊 這是現場露營的P9停車場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的路口圖在哪裡 因為這裡離會場也蠻近的 爬過一個山坡之後就是大草原 花了5分鐘終於把停車場解說完畢 接著我們要前往大草坪 欣賞下午場的熱氣球 利用我們在等待展球的時間稍微說一下 翻看熱氣球的注意事項 比較推薦清晨場 因為早上的氣流比較穩定 比較容易升空 而且會有自由飛的球出去 下午的話容易遇到午後雷震雨 而取消氣流活動或者是展球活動 而且早上場的人潮比較少 不塞不熱 因為大家都還在睡覺 觀看熱氣球必備野餐墊 因為草皮絲滑會有爛泥巴 動蚊子多 所以防蚊液也是必備的 好好 本來是第一次來找我台灣來參加熱氣的戰略話 有沒有尷尬 特別提到熱氣球分為標準球 還有造群球 好 壓重量喔 保險 我陪你周子威走過去 我看看 正不是喝醉酒 體積大 重量心 風力吹真的咬咬晃晃 所以剛剛為什麼沒有展球 大家看到這原因了 讓最辛苦的地勤人員 壓湯壓得快衝筋了 需要的掌聲給他了吧 哎呦 涼得多也有含酒精啊 喝醉啦 喝醉喔 可以��� 轉啊 累û 火露 conversation knife suited functions 火煮 火 noon 火機 火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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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天天你們先打開 我們短山 北地遊覽班的歷行 晚上還有光亮 先休息一下 原住均勁和燈我很想 那我也入住的 我帶阿妹妹去拍女色 女色 哇 妳有很急嗎 很急 妳很急 妳要拍到 妳要聞一下 是我這邊有廁所嗎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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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要記住我們最大的聲音 準備 搞得到 讓我們一起到時候 1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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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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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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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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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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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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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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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應該是整個熱氣球活動中 人潮最多的一天 因為七月一日開幕式的活動比較豐富 有熱氣球 光雕秀 無人機表演 煙火 還有歌手演唱 接下來還有兩場無人機表演 火動結束我們下山之後 晚上大概10點11點我們又上山 決定今天車伯在高台 因為明天早上要參加細流活動 高台P1到P5停車場都是預約制的 所以晚上有控管的時間 就是會拉上防守線不讓人家進來 則發現P7它是沒有管控的 所以我們就選擇在P7的上層 車伯 然後拍攝在高台 更多看樣子 擁有更多感情 普通價錢 請按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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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秀喔 在高台車坡我們可以睡到清晨五點再起床 發芽洗臉 然後再走去會場 時間剛剛好 那麼其實要同時看到熱氣球 還有飛機展要同時出現 那麼比較特別的是 那你也應該有沒有想過 好誇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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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